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人在出问题的时候 他总觉得就是世界末日 可是当你度过了这个危机 你回头再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当时候非常非常好笑 其实因为我们是命理师 我们看了很多人都在低潮 因为毕竟会来找命理师的绝大多数 就是他现在正处在一种低潮的现象 各位你要了解 你碰到低潮 不代表你已经世界末日 低潮你不代表世界末日 为什么 其实在八字里面就跟你讲了 他就是有一个五行生克 所以有生必有克 克的部分就是你现在会出问题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克永远会是克吗 各位不是的 他不会永远是克的 所以克了以后 可能在某一个大运进来以后 他又变成生的 或者是他只是因为某个流年进来 他造成短暂克的现象 过了以后他又回织到 连续相生的这种特质 这个就是在五行生克里面的现象 他就是在跟你讲 就说其实你被克了 这是你人生的一个低潮 人生的低潮 但是他永远会是低潮吗 不会的 他永远不会是低潮 他透过大运或者是流年进来的作用 他可能会让他变好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克人在当下的时候 他是因为情绪上 他总认为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 这样子歇斯底里的状态 可是实际上这只是暂时的现象 很快的 五行生克一改变 他可能就又不一样 所以像我以前就有碰过 他跟他的另外一半分手了 然后他就很伤心 说老师 我非他不嫁 他这样子抛弃我 我世界末日 这样子 半年以后 老师 我现在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 对我非常非常好 半年前你跟我说你妈世界末日 半年以后 你说妈你又有新世界 这就是什么 人 你要了解 所以你面临到低潮的时候 你面临到困境的时候 各位你不要认为 你已经世界末日了 其实他是一个短暂的一种现象 生克他是轮替的 生克是轮替的 所以记得一件事 你在低潮中 你随时要保持着那种希望 你要有那个希望 你假如是在好运当中 你随时要警惕 因为他是一个连续 就是接续性的 你不可能永远都在生 你也不可能永远都在克的一种现象 所以好运 坏运他会连续接替的 在你身上应验 但是你要记得 你只要好运的时候保持警惕 坏运的时候 拐着希望 基本上你对于你面临到了这一种的挫折 你面临到这种挫折 你就不会那么在意 就像我来讲 我最近这几年其实都不错 可是我看一下我的运 不错 归不错 我的收入很好 可是各位 他不是我的运 所以我就 最近不是二级警戒吗 三级警戒吗 所以造成了大家 都情愿待在家里 然后大家也没有钱 所以我的收入就急剧的降低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我也没有很紧张 为什么 我现在没有客人 我时间多了 我时间多了 我这时候要做的是什么 来来去做 我比较想要做的 把我的影片搞得更好 加一些特效 去研究 要怎么录制 画面会更好 声音会更好 还有上一些字幕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就是我的一个低潮时期 我在做的事情 我并没有觉得 世界末日了 完了完了 我这个要 我这个要死定 没有 我还是一样 做我应该要做的事 因为我知道 没有运 就好好的来 在自己的能力上去加强 等到运再回来的时候 你在这时候所累积的东西 那时候他就会爆发 所以各位 人都是这样的 你反而要珍惜 你在低潮的时候 因为你在低潮的时候 各位 他是你最多时间的时候 就像我每天 几乎都很多时间 我就把这些时间用在于 我自己的能力的提升上面 同样的道理 你去看这一些 世界级的 不管是各个运动员里面 他们是top的 他们也会遇到低潮 可是他们在遇到低潮的时候 他们是垂头上去放弃吗 没有 你假如去看他们 他们都有一概的说法 当他们碰到低潮的时候 他们反而 会回归到他们的更基本 去练习基本动作 大量的去练习 这就是在培养他们的能力 而当这个低潮过了以后 各位 他们又再展雄风 各位 人家toppers的运动员都会这样做的 更何况是我们 对不对 只是我时常看到的就是 碰到了一点小挫折 就老娘不干了 老子不干了 各位 这就是一般的跟top的一个区别 所以其实当你面临低潮的时候 不要害怕 因为你假如可以在低潮当中 不断的去培养你自己的能力 耐着性质 反正我这时候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 有限我倒不如好好的栽培我自己的能力 在这一段时间给他忍过去 各位同样的道理 在这时候我把我的可以用的 都把他用好 培养我的很多技巧 让我了解了声音 让我了解了影像 让我了解怎么制作视频 他到最后他就会变成是我的什么 基本技能 就表示说我已经更往上提升了 要不要解我更往上提升 我懂得更多了 只要当好运一来 各位又挡都挡不住 好运一来又挡就挡不住了 所以各位 要珍惜你低潮的时候 反而不要在低潮的时候低声丧气的 当然我知道 但很难过 但是你反而在这时候你多了更多的时间 多了更多的时间 你可以拿来好好的加强自己 就像这一些世界级的运动员 当他们面临到了挫折的时候 他们所作所为并不是放给他去的 只要放给他去 他就再也爬不起来 他们很多都是什么 反而在低潮的时候更加的去磨炼自己 让自己的技术更全面 到最后是不是他们又东山再起 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一般人会碰到的事情 而五行深刻他就跟你讲了 不会永远的好运 也不会永远的坏运 你在坏运的时候该怎么做 你该好运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做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